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面丽变现成的 真正是一切法重新想什么 阿弥陀佛心想这个极乐世界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想那个世界出来也想出来 我们想地球这个世界出来 这地球是我们心想什么 我们心也没想地球就没有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那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是不是智慧 是智慧还是秦时 秦时就是烦恼 秦是莫那时 时就是阿弥陀佛经也讲得清楚 那那秦是什么呢 秦就是我见我爱 我吃我慢 这是秦 大臣经里面常讲的 贪嗔痴 我后面跟着贪嗔痴 还有个吗 贪嗔痴 四大烦恼 长香水 那是秦职 所以不是用智慧呢 那就是变天秦职 肯定是这样的 勇猛精进 要把自信 要把智慧 找回来 这样 一向 一个方向 专门 就装你 妙图 这个妙图 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愿意变现成的 真正是 一切法 重新想什么 阿弥陀佛 心想这个极乐世界 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 想那个世界出来 也想出来 我们想地球 这个世界出来 这地球是我们心想的 我们心也没想 地球就没有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这下面呢 跟我们解释 这是 这个 黄老祖师 跟我解释的 真是 至极的 什么叫 真是至极 真如 实相之 本际 真是真如 实是实相 即是本际 也就是 真如 实相 即是个界限 是个边际 这个边际 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边际 其大无碍 佛在 教学里面 成为 真实之心 说 此即 本经 之所 开示 这些 这就说明 这部经 讲的是什么 讲真是至极 讲这些真相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这就是边际 无外无内 这就是他的边际 他没有边际 极乐 妙头 乃 真是 知智 之所 庄严 成就的 这句话重要啊 那 为什么 我们要 求神 解放极乐 世界 这是 阿弥陀佛 在这个地方呢 办了一个学校 极乐 世界 是个佛教大学 也可以说是 真是 知己的 大学 释放 世界 社法界 社法界里面的众生 社方世界 都有社法界 社法界 什么 要不觉得 这些什么 觉悟 想回头了 而找不到方法 尤其是 找不到一个 很妥当 很快速的方法 阿弥陀佛 给我们 做了个方便 指导 来借 到极乐 世界 在那个地方 去进修 那个地方 你修学条件 一切都非常完善 这就是 庄严成就 前面我们看到 三种成就 庄严佛的成就 庄严菩萨的成就 庄严妙头的成就 这三种成就 这经上讲的 三种真实成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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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